豪宅品味家 环顾全球名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 不仅仅着眼于豪宅建筑外观的壮阔宏伟 更入重居家环境里 顶级家具与家事不凡的品味 而国内也出现了全台首创 以整合性全方位居家思维 所打造的顶级家具设计中心 不论是买房子换房子 还是年终想要换个装潢改变一下心情 很多人非常困扰的 就是到底要走什么样的居家风格 今天惠林就要带观众朋友来逛街 来逛的是集合百家名店的家具设计中心 大到沙发 柜子 小到家事的单品 都能够提升您的居家生活品味 好 我们拿起地图一块来逛街 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 突破一般居家卖场尺度思维 时尚家具中心不仅在居家空间的规划上 提供了豪宅住户全方位的设计与咨询服务 也透过引进全球顶尖居家精品的方式 让金字塔顶尖族群 在家具 家室与请具等等的挑选上 拥有更多元的选择空间 而这些受到世界名流与富豪真相典藏的居家精品 拥有着什么样尊贵设计 今天让豪宅品味家带您一同细细品味 很多女生都很羡慕贵妇的生活 可以享受一下下午茶 可以欣赏这些美丽的东西 今天我所在的位置是一个 意大利的时尚精品品牌所推出的家具 家饰品 那我们看到这么多漂亮的东西 想到圣诞节到了 那你的圣诞节希望给自己的家添购什么样的限定商品呢 带观众朋友一块来打开眼界 眼前这一套呢 就是我发现到的限定版的这个圣诞节的商品 我们可以看到说 时尚的精品品牌 它推出的这个限定的商品当中呢 就洋溢着这种节庆的气氛 那它怎么样去呈现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特色呢 我们就来请教Marinda 我们现场看到的是这个意大利知名的时尚精品品牌 它今年所推出的圣诞节的限定款式 叫做Christmas in your heart 那它每年都会推出非常丰富的商品 那透过像是上面的线条 还有像是这个图案 去呈现出很丰富缤纷的节庆的气氛 那特别值得很受大家欢迎的是这个茶杯组 那这个茶杯组从上面可以看到说 它在一些图样的设计 还有这个金色把手的部分 都是非常讨喜的 对 你光看它颜色就很喜欢 而且很有那种节庆的那种气氛 金色的 红色的 感觉像很喜气哦 而且这样的茶杯组在搭配说 像这个也是今年的这个五茶组 很受很多名媛贵妇的喜欢 那另外还有这一款是很多的名词 餐词收藏家绝对不会错过的款式 从上面看到它大量的金箔使用 还有在正中央有很知名的Medusa Medusa的女王头 还有再加上它这个金色金箔的这些设计 是 充分地营造出这个圣诞节限定商品 它的收藏家 对 你说 我们真的在享受这种美好的事物 尤其是融入生活品味的时候 这个东西不但是拿来用 有时候摆在那里 就像是艺术品盘的珍藏 让我们觉得生活当中 能够更增加我们的生活品味 搭配着圣诞节将近的气氛 家具设计中心当中的 意大利时尚品牌 也推出了全球限量的圣诞餐词 让居家空间在节庆的氛围当中 更显得华丽优雅 这张沙发其实它有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有三个功能 一个就是你现在所看到 一般的双人座的沙发 那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它打开 变成一张糖衣 那它就可以让你在上面 很舒适地 看电视啊 看书啊 然后也当如果说有朋友 要来过夜的话 它也可以转换成一张 很舒适的窗 时尚家具设计中心里 除了有全台首创的 全方位居家设计服务 也拥有着 与众不凡的独特居家精品 而除了令人着迷的经典家饰 在时尚家具设计中心里 也拥有着顶级家具精品 提供豪宅主人多元的居家风格选择 观众朋友对于北欧设计概念 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利落 简单的线条 那有一点带着Urban Design 都会设计的感觉 那我在这样的空间当中 发现一样相当特殊的单品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套沙发 你感觉到它的线条很简单 但是其实内有玄机哦 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达人 Jackie来为大家示范 这张沙发到底有什么样的 玄妙之处呢 这张沙发其实它有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 有三个功能 一个呢就是你现在所看到 一般的双人座沙发 那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它打开 变成一张躺翼 那它就可以让你在上面 很舒适的看电视啊 看书啊 然后也当 如果说有朋友要来过夜的话 它也可以转换成一张 很舒适的窗 哇 听到Jackie这样讲 大家是不是想看看 这个沙发能够变出 什么样的魔术来 好 我们请Jackie帮我们示范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很简单就是一般 好像小家庭的这种小空间里面 很多位的空间里面的 两人的沙发组 利用几何原理的构造 只要几个简单的步骤 就能轻松将沙发 变为舒适的躺床 让豪宅主人 在家具与居家空间的使用上 有着更加多元的运用机能 而除了超凡的设计理念 来自丹麦的北欧家具品牌 也提供了大量不同的市面 设计款式和颜色等 让主人也能随心所欲的组合搭配 创造出风格独特的居家品味 除此之外 漫步在优雅的居家设计中心里 也能挑选到尊贵典雅的寝具与寝室 雪姻床好床非常的重要 雪姻床有设计感的床更重要 那美国的知名品牌 第一次跨族家具家事业 就设计出一张 我觉得非常棒的床 这个叫做雪橇床 那很多人觉得雪橇床 看起来的画面上中 好像建调很简单 但它其实非常有特色 我们就来请教依萱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这张床的设计 它不同一般的雪橇床 是向外弯的弧度 它是一个U型的线条 但它这张床 比较特殊的一些要点 其实它主要展现是 它原本品牌的精神 简洁利落 但是它在它的家具的部分 其实它就是混合一些 比较特殊的材质 像是它的一个家具的像皮革 然后混搭它的木头质感 像是石木的质感 然后比较特殊的一些 涂装的方式 像这个是金箔手工贴制的 这是金箔贴上去的 金箔手工贴上去一片一片的 所以我们感觉上好像 雪橇的形状 U型的形状 有这个品牌的精神 线条很俐落很简单 但是你仔细瞧的时候 发现它的层次非常地丰富 包括它的材质上 包括它的设计上面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 设计的用心在其中 充满都会风格的时尚寝具品牌 以一体成型的欧美石木 折成一个完美成型的美丽床架 搭配一体成型的皮质沙发垫 与金箔铺面 彰显着奢华的卧室氛围 以整核心概念为导向的时尚家具中心 打破一般大众对于家具卖场的想象 除了提供与国际潮流相接轨的居家精品 强调出能与全球时尚临时差的生活品味 也拥有着完整的居家空间设计服务 让设计师能直接与豪宅主人沟通 将顶级家具与居家风格做最完美连结 也开启了崭新的居家购物新思维 以前的家具设计中心 大概它focus的部分 应该都是在所谓比较大型的家具的部分 所以常常在消费者 在逛的时候 它稍微有点单调也比较硬一点点 并没有那么生活化 或者那么完整 到今天家具设计中心的一个 另外一个新的一个model的一个成立 它完全已经达到一个 现在消费者心里最渴望要的一种消费模式 那就是整个的whole living 都已经完整的呈现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个转进跟提升 也满足了这样的消费者 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家具设计中心里面 有设计公司的进驻 然后有厨具 卫浴 建材 到所谓大型家具的风格不同的 阿DECO也好 所谓的classical的 或者是modern的 contemporary都OK 在这里面完全都找得到 那它可以很快速的 很明白的告诉设计师 我想要的是这种味道 所以在沟通上面的落差就不会太大 那这个区块里面 加进去的元素最大的差别 因为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专业 代理每一个品牌 它呈现度完全是original 从国外的品牌image整个转移进来 那当然也提升了消费者对于 居家这一块的一些素养 或者一些涵养 因为在这个谈沟通的过程中 可以得到这一方面的一些资讯 那我想还有一个东西 想要告诉消费者的是 这样的购物中心 现在目前我们所引进的 所有这些品牌 消费者不要觉得好像都很顶级的 当然我们中上的品牌 我们也都有引进 其实刚好可以补充消费者 想要original的这种品牌 可是单价上面它又能吻合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更贴建于消费者的一种 思维消费 在我们的新的一个设计中心里面 它呈现了跟以往更大不同的 就是有很多品牌 尤其是我们从国别来说好了 像北欧的品牌 它也开始从家具的设计到后来 它感受到整个消费者的需求 它lighting出现 它的deco出现 它的batting出现 诸如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北欧它的风格是非常nature的东西 那我们这边当然也有德国比较严谨的精神 那甚至于美国的一个品牌也相对的 是它从fashion里面转进来的牌子 然后它转到living这边来 所以它也是全方位的呈现 那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各个国度的牌子里面去找到 不会你觉得说我只看到一样东西不完整 你可以看到它最完完整整的一个画面的呈现 怎么移到您的住家的空间里面去设定好 打破一般国内家具卖场的形象与格局 定级家具设计中心 颠覆了居家用品的传统采购范畴 以时尚摩登的陈设空间 提供着与世界流行接轨的家具精品 再搭配上全方位量身打造的居家设计服务 提供豪宅客层与一般大众更高水准的生活品位 以及更多元的空间规划选择 透过豪宅旗舰王的介绍 有品牌的家具设计 让大家有与众不同的品味感受 新时代的消费模式也提供给观众朋友作为参考 如果定时期前您对今天节目内容有任何疑问 欢迎上我们豪宅旗舰王的专属网站进行沟通跟了解 如果你的手头上有好的房子 觉得值得被推荐 值得被报导 也欢迎跟我们豪宅旗舰王联络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夏慧玲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了 我们下星期的 evalu체가 我们下星期的项目 请发生 我们下星期的项目 在我们下星期的项目